大家好,我是大劍 聽說他不是日本人,是台灣人 欸,他不是日本人嗎? 怎麼可能? 髮型啊,字啊,中文啊 他是日本人吧 對耶 大家好,我是大劍 今天的內容超級重要 因為我要介紹日本人聊天時很常用的 不是什麼什麼嗎? 不是什麼什麼吧? 這個句型 我們很常用的說法 大家也應該有聽過吧 那就開始囉 我先說我的影片已跟朋友聊天為主 所以這次我不介紹金魚的說法 因為我怕大家會搞恨 請多多包含 他不是巴西人 大家知道用俱文怎麼說嗎? 他不是巴西人 課本上有可能寫 ではない ではない 可是聊天的時候一定會說 じゃない じゃない 口語的說法 他不是巴西人嗎? 我以為他是巴西人 但後來有人跟我說 他不是巴西人 的時候 就可以有點嚇到的表情說 他不是巴西人嗎? 他不是巴西人嗎? 什麼什麼 じゃない呢? 也有 他不是巴西人嗎? 具為沒有 no 的說法 這個的話會有猜的感覺 就是他是巴西人吧 我猜了的意思 還有一個他不是巴西人吧 我認為他不是巴西人 就可以說 那你認為他是巴西人的話呢 沒錯 這四個很重要 自然考試的時候不會出現 但是在生活上常用的哦 他不是巴西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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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日本人じゃないの? 髪型とかホクロとか 中国語とか 日本人でしょ? そうだね 接下來我要介紹 什麼什麼じゃない? 和什麼什麼なんじゃない? 什麼什麼じゃないの? 什麼什麼なんじゃないの? 的差別 什麼什麼じゃない? 比如說 那個不行吧 それは無理じゃない? それは無理なんじゃない? 什麼什麼なんじゃない? 的話會有因為已經有什麼原因 所以我覺得的感覺 それは無理なんじゃない? 因為我有經驗過 所以知道那個不行 的感覺 じゃない なんじゃない 這兩個蠻像的 後面加 の 的 什麼什麼じゃないの? 什麼什麼なんじゃないの? 不是什麼什麼嗎? 比如說 今天你不是請假嗎? あれ? 今日休息じゃないの? 你昨天跟我說 今天你要請假 但是在公司看到你 あれ? 今日休息なんじゃないの? 就為有沒有の 意思完全不一樣 如果說 今日休息じゃない 沒有の的話 會有講到別人的感覺 那個人今天有請假吧 我猜了的感覺 那 所以說法在身後上 怎麼說比較自然呢? 就起來 看看吧 今度の日曜日 出掛けようよ 日曜日 は彼女と会うから無理だね あれ? 別れたんじゃないの? 別れたけど最近寄り戻したよ 言わなかったっけ? 冷蔵庫にあったケーキ 知らない? 今日食べようと思ってたのに いないんだよね? 知らないなぁ 誰かが食べたんじゃない? あれ? 課長いないんだけど もう帰ったのかな? 知ってる? ミーティングの資料 見てもらいたかったのに あー もう帰ったんじゃない? ダイエット中じゃないの? 夜中にカップ麵はさすがにヤバいんじゃない? 明日の朝ごはん抜いたら大丈夫でしょう? 9時か 薬局まだ開いてるかな? まだ開いてるんじゃない? 確か10時に閉店だった気がする 来週お母さんの誕生日でしょう? どんなプレゼントあげるの? ちょっとまだ悩んでるよ 何あげようかな? 来週ってもしかして3連休じゃない? え? 再来週でしょ? 最近すごく面白いアニメ見つけたんだけど 鬼滅の刃って知ってる? 知らない人いないんじゃな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按讚分享 加訂閱 下次見 バイバイ このままほかの動画も見たほうがいいんじゃない?